因为做父亲的是最疼女儿的 所以能够感受到 就是老爸对你的那种爱 所以他一定是在你特别小的时候 就特别宠你 对吗 其实恰恰相反 就我小的时候 我爸特别特别不喜欢我 就我做什么事 我爸就特别看得不顺眼 我就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一次就骑他那个车子 去学自行车 然后那个下坡的时候 就没杀住闸 直接就连人带车 一起撞到了那个墙上 我爸赶过来了之后 首先先去看看他的自行车 然后顺便摔坏 当时就把我好一顿骂 骂完了之后 就怪我把他的车子给撞烂了 他也不问问我怎么样了 其实当时我受伤是比较严重的 我当时那腿上被那个玻璃 划了特别长的一道口子 然后就缝了六针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因为一般像我们这当父亲家里 如果是女儿的话 你们都会特别疼女儿 那老爸都没有理由 我爸喜欢儿子 然后我是女孩 再加上 在乡下在农村 那个年代的人会有一点偏见 对 你有没有想过 如何和爸爸去缓解这样的关系 父女关系 你自己去努力争取一下 有呀 就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就说 小爱唱歌还可以啊 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发展一下 当时我回家就跟我爸说这个事 我爸当时就说 就你还学唱歌呀 你话你都说不明白 你就在家待着算了啊 不能学 但是当时我 我是特别想去学唱歌的 后来我就 有意义的就去讨好他 我爸出去干活回来了 身上的那个 他是挖脚嘛 干活回来了之后身上的衣服呀 鞋子都特别脏 脱下来了之后 我就给他洗呀 给他刷 然后他喜欢吃那种油炸的丸子 我就学着给他炸丸子吃 当时就因为给他炸丸子 我的手就是烫伤了 这加上我妈就一直 我爸给铺垫 对 给铺垫说好话 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 要不这样吧 你哪天要是能把青藏高原的 最后一句高音 你要能唱上去 那我就让你去学 你要唱不上去 你就在家待着 我怎么感觉 听你这讲这故事 比考音乐学院那个面试 一考还紧张啊 你爸就是考官 来 咱接着不用多唱 就唱最后一个音 对 后来我就给我爸说 我说我能唱上去了 我就给他唱 当时也不敢正面地对着他 我就侧着身子 我就对着那边的墙上唱 唱完了之后 我就拿眼余光 我就扫我爸 我看他什么表情 什么表情 当时我爸就点点头 然后笑了 上去 说唱得还行吧 就这样说了一句 当时那时候 他是第一次对我笑 第一次肯定我说我唱得还行 心里边当时就觉得 很温暖的 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爸爸答应我了 我能有机会去学唱歌了 所以好像终于看到了 父女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转机 对 原来老爸是爱我的 他是支持我的 所以后来就是爸爸就越来越支持你 对吧 后来就是 我自己也不太争气 后来不就报考音乐学院吗 因为我学的时间太短了 我就没考上 没考上 没考上 我特别害怕 我就不敢回家 在我的同学家里边躲得半夜 我知道他可能睡了 我才敢回家 等第二天一早 我爸就一脚 把我睡觉那个房门就给踹开了 踹开 对 进来了之后就 就狠狠地就骂我一顿 我爸说 你还有没有点用了啊 供着你那么长时间去学唱歌 你又搭着路费 搭着学费 最后你什么学校你也没考上啊 你还有没有点脸了 说完之后 然后他就走了嘛 就我自己在那儿 特别特别的 心里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 我就觉得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挺没有用的 我唱歌就是没学好 然后学习也学不好 我爸又不喜欢我 我大学我又没考上 你说我以后我能干什么呀 当时就越想越觉得 我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觉得没有人疼我 没有人喜欢我 我就越想越想不开 后来我就吃了安眠药了 寻短见 对 那谁发现的呢 那个时候是我妈发现的嘛 但是后来我就听我妈讲嘛 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医院里边 抢救的时候 我爸从外地赶回来了 他就一直在那门口 病房外 就来来回回地走 后来医生当时就说 说这个孩子 那个瞳孔已经开始放大了 说再就 差一点就抢救不回来了 当时后来我爸就 一直在那抹眼泪 我没想到我爸会为了我哭 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他为了我哭 那他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 他也是怕失去我吧 可能就是过去 爸爸太不懂得 如何对女儿来表达 他心里的爱 是的 就是我到现在其实想 我就在医院 恢复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 是我人生当中 就最美好 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当时从那个医院 出院的时候 我们那个医院 没有电梯的 我爸就从三楼 背着我到一楼 那是我从小到大 我长了十七年了 我爸第一次背我 然后第一次 有这种亲密的接触 我就趴在他肩膀上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 特别特别的温暖 回家了之后 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 说就比较亏欠我 说他要多照顾我一些 晚上我爸就给我洗头发呀 洗脚呀 然后给我喂饭 他当时给我喂饭的时候 就把那个勺子 放到我的那个嘴边 然后 这是你想象了很久的 父爱的 对 这样的一种体现 是的 就是吃到嘴里面 感觉那真是 天底下最好吃的 我已经吃到了一顿饭了